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喜歡的話幫我免費訂閱、分享、給我讚好 今天介紹一隻造型比較古老的手錶 在這個過程中都喝了一些比較古老的東西 是Hinney CXO 在威士忌橫行的年代 現在就少了人,好像喝Blandi 但事實上有些比較古老的東西不一定是不好的 都有它的味道在裡面 一看就可能覺得這隻Hoyer 163 其實它是一個Re-Addition 就是TechHoyer 2000年代 復刻Re-Addition這隻163 其實163有很多不同的奇數 官方沒有指明它究竟是Re-Addition 但是看到它的夜光點在這個標誌裡面 我個人認為,據官方或資料這麼說 我認為它又是復刻第三代的這個Hoyer 163 這隻是Atavia的手錶 2003年復古推出 當年其實Re-Addition不是那麼流行或那麼流行 因此當日做這隻標也挺有膽識 這隻標當然,如果你說玩賽車標 很多人想起Rolex的Daytona 其實TechHoyer也有兩位厲害人 Omega也有 稍後會詳細說說 其實不一定說一定要玩 這個Paul-Lumann的Daytona 才在玩復古的賽車計時標 其實還有其他選擇 當我推出了其實不多 總共300隻都不足夠 290隻很了解 為甚麼呢? 因為鋼系列出了140隻 金出了150隻 而在鋼的140隻裡面 有70隻白底藍針 另外70隻是橙針黑底 如果你喜歡玩賽車標 或者對賽車標熟識 都知道就是藍針白底 這就是Josefer的經典配色 因此如果你真的對Josefer很有情意 就建議買這個藍針白底 但如果你本身對1163很有研究 其實1163當然這種紅針 或者早紅針 或者橙針黑底才是經典 就視乎你自己喜歡哪一隻 當我定價也挺離譜 8千元美金 在2003年來說是屬於一隻多貴的錶 43mm的鮑魚殼 大小 13.5mm的厚度 這裏是用20的 整體來說是復古當年的味道 但這隻錶就放大了 還有這條帶 其實就是把之前很圓潤的那條帶變得比較荒 因此感覺上戴上的現代感就比較強 沒有以前那種 可以不可以說老套 或者這樣說 70年代的感覺 略為去了一點點 就比較現代一點 這件事喜不喜歡 又是見仁見智 但有幾件事 欣賞有幾件事 就談談 第一 當然你很喜歡以前的那個玩法 以前那隻是可旋轉的外圈 現在就是耿圈 這件事差了 第二 當然現在就是用藍寶石水晶玻璃 就不是以前用膠 或者用礦物玻璃 但是我覺得很神奇的 在後面寫著Surfwire Crystal 我覺得這句說話有少許多餘 有些古怪 專門說明 第三 當然對於很多 典型的開啞米 看到Tag開啞這個字就不開胃 一定要看到只開啞這個字 才夠復古夠味道 現在很多的Tag開啞 復古當年的Monaco 或者新的Atavia 都聰明地只用開啞這個字 2003年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聰明 這件事就不太多 純正 極度需要以前味道的錶迷會喜歡的東西 另外這條錶帶雖然用了這些 比較扁一點 或者直一點的做法 就比較流行感強一些 或者現代感強一些 但是這個螺絲的 拆隔的方式 它就不是一顆螺絲 拆死 好像杯拆那些 你拆一邊 另一邊會動的 因此你要找另一個螺絲 拆著另一邊才做的 這件事我覺得就比較複雜 其實就不是特別好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不會無端端掉一顆螺絲出來 因為要兩邊一起拆 因此錶帶也有好又不好 用藍寶石水晶玻璃也有好又不好 但是沒有了當日的味道的耿圈 和踢開這個字 就不太多了 其實如果你想玩這些賽車運動錶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當然很多人說不是我只要買Daytona的Polyman 那才是正確的 其實還有一些著名的賽車手 譬如這隻可以令你聯想到Joseph Monaco可以令你想起Steve McQueen Omega也有舒麥加系列 但是我剛才說的這幾個系列 都分別給努力士的DaytonaPolyman 隨時便宜幾十倍 因此都可以選擇 這隻手錶很多東西都不錯 跟現在最新的Re-Edition的Atorvia比較 就是它的機芯就削了一點 它就叫Colorbar 11 當然是新的Colorbar 11 其實就是用2892機芯 用Debar Depress 的模組 我知道已經說過了 就是怎樣在Bass Movement上加一個模組 按鈕手感就很普通 很容易就可以開始 不算太實又不算太鬆 一隻用Ator改的機芯就沒有特別 很多東西想說 普普通通 但是整隻錶的襯色 它的感覺各方面都不錯 而且這隻錶你要找到都不容易 因為根據官方的數字 這隻顏色的配搭只有70隻 因此看得到的機會又不是特別多 橙色配合黑色 再配合這麼閃爍的Marker 其實它的味道、整體性各方面都相當不錯 亦都可能會令你想找回當年的163、5分別有主力四個奇數 主要在美國的一些網站、Collector 也好 如果你找到的話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香港就很難找到 香港找舊路就找得到 找舊的Hoyer 機會比較微 因為香港市場就比較 Pure 或是比較單一 今天很歡迎大家介紹一隻比較少見的 03年V Edition 163 Atovia 多謝各位